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了整夜大雨 193县道27到31公里处越莓路段出现土石流的情况 导致双向交通受阻 有民众骑机车强行闯入 当场陷入泥流之中 村长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协助脱困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黄色的泥土在道路上呈现滚滚土石流 旁边还有摊坊的落石以及零星的树枝 路面整个都是泥巴 让车辆无法通行 参数台风来势汹汹 带来了强劲的豪大雨 让花莲受封越莓路段193县道30公里处 在昨日11号晚间开始封闭路段 由于豪大雨引发土石流封路 除了造成车辆无法行驶 也让将近20户的越莓村村民受困无法外出 还有民众为了回家冒险想要冲过泥流 结果车轮当场陷入泥流中 一二三 村长也赶紧前来帮忙救援 参数台风带来的豪大雨 威力实在是不小 昨天晚上就已经封闭了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有机民住在里面 就算我们把它关起来 他们还是把门打开枪行通过 真的蛮危险的 我也是奉献里面的村民 我也跟林长报告 请他们爱家爱户跟他们报告 先暂时不要出门 先在家里 这样比较安全 公路总局也在现场出动了 砂石车以及怪手进行道路清理 该路段已于今天下午1点20分抢通 由于台风持续北上 目前台九线苏花路廊也已经呈现恢复通车 但提醒民众台风范围还是持续笼罩 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